收看7月8号的台式五间新闻 我是乌凯文 五间最新消息要来关心 三级警戒已经实施快两个月了 不少民众渐渐关不住 行政院今天早上院会讨论 全台的三级警戒 可能要再延长两周到7月26号 不过在7月12号之后 部分的行业渴望进行违解封 那么中央也积极的拟定相关的指引 目前认为全台风景区 还有各地公园会展场馆等等 是比较无疑虑可以优先开放的 户外跟室内场所 至于餐饮业如果要开放内用的话 也要做好隔板梅花座等防疫措施 但是北市联合医院的主治医师 江冠宇就提醒 台湾现在的疫苗覆盖率还不够高 就怕解封之后一到两个月 可能会再爆出下一波的疫情 而且台大感染科医师林施毕则建议 在大家一窝蜂讨论解封的同时 也应该要定出监测疫情的标准 才知道什么情况之下需要再收紧 防疫三级警戒在拉长 但部分行业可以为解封 各界都在等中央指引 游医师认为台湾目前一窝蜂的 讨论解封 但也建议应该定出监测疫情的标准 才能知道何时需要再收紧 解封的过一段时间 疫情又会再上升 这个没办法 因为我们眼前的事实就是覆盖率不够 所以我们运气很少一点 就是两个月后 又会出现新的一波疫情 如果说运气比较差一点的话 一个月就可能会出现另外一波 原定的三级解封标准 每日要少于10名不明感染源的本土个案 或是每周要小于三起社区群聚事件 才能解封 但只要疫情有突发事件 就会导致警戒不断升级或降级 这样的指标恐怕已经不再适用 前台大感染科医师林氏璧 就举例日本东京 一年前的第一波疫情结束以后 就定出七个指标 主要分成感染状况 还有医疗提供体制 这两大方面来评估监测 一旦数字有上升 专家们就会研判管制措施 是否需要再升级 可以继续严格下去 可是就会变成说 到底是病死还是饿死的 就是说微微的开放 然后等到时候看到说 哇 确诊的密度 在上升的时候 可能就要再严格一点 目前国内渴望开放的场域 包含风景区 公园等 风险较低的户外场所 另外静态场域 像是电影院 展览 会场 也有人建议可以用身份证尾数 或分时段控管人流 而要脱下口罩吃东西的餐饮业 风险高 除了要采梅花座 隔板等方式 其他细节都还得再评估 各项措施开放 事关重大都得再好好想出配套 绝藏报道 转之后 苗随 老师 老师 老师